就是两平行线之间的距离的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我们说可以利用A点 这个Skinning L1就上面会有一点A点 那A点到这个L2的距离的最小值 那L2上面的点可以用参数式表示出来 然后再找出它的距离的最小值 就是它的A点到直线L2的距离 就是L1跟L2的距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做法 实际做法第一个 上面有一个A点叫做1-13 等一下找到A点-1 1-13 第二个 这个它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用参数式-2 0-4 然后这个是3T 2T 1T 所以是-2加3T 然后逗点0加2T 然后逗点-4加1T 这个有上面一个点 那A点到这个次序 就是根号的两个X相减 两个Y相减 两个Z相减 平方的平方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方法2 好 所以A点就刚才的1-13 然后上面的任何一点B点可以写成 刚才讲的-2加3T 0加2T-4加T 然后你的线段AB就可以利用两个X相减平方 加两个Y相减平方 把他报警的结果再把它配方可以得到 当T等于1的时候 那这个会有最小值 就是0 根号11 就是3 根号5 所以3 根号5 就是它的A到L2的最小值 就是L1到L2的距离 就是3 根号5 这是第二种方法 看一下问题